然后你就摔进了游泳池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你从游泳池里拉上来 然后就把你背进了房间 让阿姨给你把衣服换了 然后你 后面我知道了 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要多复杂 好 既然没有 那么就请大家不要再想着 怎么调整公司管理层 想想看解决方法吧 画廊业务啊 在我们整个集团的产业链中呢 是属于亏损状态 据我所知 目前市场上 对云马艺术有兴趣的买家 不在少数 比如 斯诺集团 月婉 你在这儿 说 这是你发了我的衣服 你进来干吗 你在里面 我当然进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开会啊 开什么玩笑 这儿就你一个人 视频会议 懂不懂我你啊 我才不懂你们这些高端玩意儿呢 我不过就 等等 你能看到他们 也就是说 他们也能 看到我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让你丢光了 都怪你 怪我什么呀 你自己没敲门进来的 我问你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 我的衣服怎么被人换了 你 什么都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的事啊 什么事 没什么 哎呀你快说呀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 我的衣服 你想想啊 这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 那你的衣服 你 你流氓 砸死你 砸死你 你绝对敢欺负我 拜托 要是流氓的话 也是你先动的手好不好 董事长 早餐好了 好的 谢谢 你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 这么大个屋子 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当然肯定还有别人帮我打理 你的衣服也是他给你换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然你去问问阿姨 问问你是怎么吐人家一身的 不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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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 去吃早餐 我去吃早餐 不喝口味啊 再重新帮他做一份 不用 不用 我没有胃口 你还会没有胃口啊 那个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就告诉我呗 你不是说我心里不踏实 昨天你不是把李明成的字给了我吗 我过去给你送字 结果碰到你在那儿喝多了 我本来要把你送回家 可你就非要拉着我 要来我家喝酒 然后我们就在游泳池边一直喝酒 然后 然后怎么了 然后你就摔进了游泳池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你从游泳池里拉上来 然后就把你背进了房间 让阿姨给你把衣服换了 然后你 后面我知道了 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要多负责 所以 我能没有 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就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了 绝对不会成人自卫的 我不是奸商大魔王吗 怎么又成了正人君子了 死一时比一时嘛 好好吃啊 好好吃你就多吃点 嗯 嗯 之前对你还不是很了解 嗯 在家里很多事儿 做的确实挺过分的 嗯 嗯 不会很正常吧 不过现在看来 女人还挺好的 那既然知道我是好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接触接触啊 好啊 好啊 不过 只见朋友 你想更多 我还不乐意呢 嗯 嗯 嗯 怎么是他 明诚哥 你怎么会有他的简历 我们云马集团每年都有优才计划 招收 明霄的大学生作为公司的储备人才 看来你的明诚哥 也给我们投了简历啊 可是他怎么会投给云马呢 什么意思啊 我们云马还配不上李明诚了吗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他明明是物理系的 按理说 应该是报考科研方向啊 怎么会 他的这份简历 在学生当中还算不错 但是如果作为应聘者而言 他跟其他人比 经验就太过不足了 不具有什么竞争优势 你看 你怎么滑过去了呀 你不用他呀 我都说了 经验严重不足 不具备竞争优势 我们云马 可是很多人都想加入的 很多人挤破了头 也进不来的 可是明诚哥他很优秀的 你不能因为跨专业就不要他呀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 你可以先见见他 就算拒绝 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嘛 我自从接管云马以来 从未亲自面试过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再重要的高管 我为什么要面试他呢 一个很有可能都无法应聘成功的人 可是明诚哥他不一样 他有什么不一样 他只是在你的心里不一样 而在我这儿一视同仁 如果我要给他单独面试的机会 对于其他的应聘者而言 是不是不公平 确实是有点不公平 可是 可是我不都看到了吗 我还不管他的话 我以后见到他会觉得对不起他的 我可以面试的 我可以面试的 真的 但是 至于他是否能够应聘成功 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当然当然 明诚哥要是知道他是靠关系进的 肯定会埋怨我的 快去吃饭吧 赶紧吃饱了 我送你去学校 嗯